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内蒙古天乐阿强 昨天晚上没太睡好 导致今天一天的状态都比较差 昨天晚上熬夜到三点多 看了三个小时大大小小的生发水测评 砸起来看了一下我的发际线 是不是快到了这种我使用的年纪了 说起来还有一点小兴奋 好吧 中年up主的悲哀 不怕帅哥没文化 就怕帅哥没头发 没头发还不可怕 关键脸还有点大 尴尬尴尬很尴尬 我化水回来了 马上给我玩 凉了大家想好怎么过了吗 还有单身的小伙伴吗 在弹幕里边扣1 好吧 已经有对象了 在弹幕里边扣2 昨天简单吃了一个全素火锅 今天的内心我的天 已经波折 简单吃一个炖鸭腿 完就一下 馋了一天的味蕾 好吧 话不多说 现在出发去买菜 点赞这期炖鸭腿 万花丛中你最美 OK咱们设备没回来了 买了五条鸭腿 OK今天咱们来简单烧鸭腿 然后咱们准备几个蒜 直接给它丢里边就完了 为了它这种耐烧制 咱们把姜切成这种薄薄的厚片 然后咱们再给里边来一颗八角 最后咱们再把这个土豆给它切成滚刀块 提前把相机摆好 假装进来 一切准备好 咱们开始搞 OK 就是这些 咱们先把这些可爱的小鸭腿 简单给它焯个水 这鸭腿特别肥 今天的油可以放少一些 OK水焯差不多 咱们把这个鸭腿捞住 待会给它冷水洗净 OK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三亩沉热 咱们把这些葱姜蒜给它下里边 就是简单的给它煸一煸 给里边下点豆瓣酱 然后来点辣椒酱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生抽 然后把鸭腿给它下里边 然后给里边来点水 来点五香粉 然后来点花椒 稍微给里边来点肉抽 咱们给它盖盖炖上40分钟 炖了20多分钟 咱们把土豆给它下里边 再给它炖上20分钟 都可以炖的差不多 咱们给它出锅 好 哈喽哈喽大家好 哇天真的最近这两天天气真的是变夜了一眼 哇天真是一天比一天热了 我尝尝尝口这烂眼彩饿了 哇天不容易啊 你自炖了40多分钟 哇天不容易啊终于搞定了 先尝一口 别说鸭肉的纤维就是比鸡肉 要更粗一点 然后嚼劲更好一点 我先啃一干鸭腿 鸭腿炖的现在就是恰恰好处 再炖会就太烂了 现在的话还非常有嚼劲 今天鸭腿做的非常成功 鸭肉不但鲜维粗啊 而且肉质紧实 油脂饱满 哇天 关键 关键是便宜 这个是我又搞了一个素菜啊 就是酸菜炒粉条 今后的话我会尽量每天一个素菜 然后就是尽量荤素搭配 咱们营养美味好吧 如果不是素菜的话 我也会尽量放一些绿色的点缀 好吧 感谢大家的关心啊 天上龙肉地上土豆啊 这个土豆是我们内蒙三宝之一 就是无论炖任何肉 就是在我们那边啊 无论你炖任何肉啊 就是炖肉必须加土豆 主食不够土豆来凑 土豆有时候的地位啊 更胜贵肉 反正我是爱了 还有酸菜也是我们内蒙的餐中爆啊 哇 在我小的时候啊 基本上是三天两头一顿酸菜 三天两头一顿焖面 在之前再来个鸭腿吧 一口吃 平凡 咸 太美味 吃 很酷 咱们缝饭必得盖 谁盖谁可爱 给它盖上来吧 但是光吃酸菜也太干了 待会我把这个炖鸭肉的汤给它来点 最近我就接受了一波洗礼了 所以对于辣椒方面 我觉得竟然置之 然后倒点这个煮鸭肉的汤子 这就完美了 沤上没有了 跟其他眼睛的有效 边多重 就我们内蒙小时候有句话 就是酸菜就米饭吃成胖个蛋 酸菜就米饭真的是绝了 又用了美国的口头馋 前两天我看评论剧有人问我多高啊 我看有小伙伴给他评论了 说是按照我的脸部面积来估算我的整个身体比例的话 应该是1米8几个 其实我仅仅是脸大而已 我的真实身高是1米72 但是个子也有好处 就是他们想跟我好好说话的话 绝对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吗 哇天啊还剩三个鸭腿啊 留着下顿吃吧 还能吃一个多鸭腿 但是最近在减肥 像我们内蒙有句话 把酸菜吃个半饱饱 然后喝点热水正好好 好吧我再喝一杯白开水吧 哎今天是我摆脱碳酸饮料 分享美好身材的第一天 感谢大家收看 oh my god 感谢大家收看 祝所有看我视频的朋友都能天天开心 拜拜拜拜 明天见 拜拜 拜拜